各位伙伴,咱们今天是我们这本《人生只有一件事》的第四次分享 这次一定要把这本书我们分享完 大家还是看一下这个目录 回顾一下这本书的框架 这本书是台湾的商业周刊的创始人 他叫金纯维的金维纯这个老师 他写的一本日记类的一个书 因为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他是把他一生的这种智慧 他都凝练到十多年的修炼 完全是从这种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在一起的 这样的十多年的这种修炼 然后这种觉察写出来的一些感悟和笔记 然后大概这个书的框架就是 他说人生只有一件事 那怎么来做呢 就是从我开始来修炼 要看见自己可以不一样 然后包括你的心念 就是我们其实要有一个转动的一个心念 第二部分呢 就是要做更好的自己 要学会自我突破 然后呢 要学会这个让我们的人生的效能更高 然后要去学好 学活好 怎么活 然后第三部分呢 就是讲就是我们要修炼 在什么环境下修炼呢 因为人无非就是我们每天生活的这种场所和情境 比如说我们每天就要在我们有很多时间是在家里 对不对 那可能就是我们要完成在家庭的修炼 如果我们还还有一份工作 我们需要在职场当中完成修炼 另外我们的角色 如果说我们还是一个企业的领导 那我们就作为领导者 这个角色应该怎么修炼 比如说如果我们是一个 我们还有我们的企业 作为一个企业的这样的一个领袖 或者说我们带领一个企业 或者是作为一个企业的伙伙人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让我们的企业发展得更好 在经营企业当中去修炼 然后其实我们今天重点的讲就是修炼的智慧 然后最后一次课 这个课希望大家好好听 我也有一个感受 我是觉得这个书它读得快 有快的好处 但现在发现就慢了 它也确实有慢的这种 就是这种收获 慢下来 这个书真的 我这本书已经翻得有点 就是很皱不皱巴巴了 然后可能每一个 就有时候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点 我就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收获和启发 然后我今天从这个 就是我今天讲的课的内容 基本上用黄颜色作为底色 然后等到这次课讲了 然后把所有的课件都在群里发给大家 我们续接一下上一次讲的 重点的我们是讲在家庭当中的修炼 我觉得把家庭的修炼 如果我们能修炼好了 其实家庭就是一个道场 然后我们自然的就带着这个家庭修炼出来的这样的智慧 我们回到我们的角色切换到职场 切换到我们的身份 比如说我们带领团队 其实你用家庭的这种修炼去 那个来 就是应对一些你的其他的角色 这个就足够了 因为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个地方呢 还没有觉得还没有讲的 还没有讲够 好然后我就把这个 因为我们确实是我们很多的这样的特点 甚至我们人生的很多剧本 其实都是这个原生家庭 就是我们成长的这个家庭给我们带来的 所以就是这个家庭的修炼呢 我想重点的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家庭啊 这个说的它 第一就是我们其实是个广义的家庭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个体 我们从哪里来呢 其实我们从爸爸妈妈那里来的 所以这个里边呢 就是我们可能在家庭的修炼里边 自然就要有就是我们和父母的关系 我们和原生家庭的关系 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是这样 就人生剧本的上半场 我们就知道 我们是带着原生家庭的烙印来的 另外呢 上一次我听到咱们这个 听课的伙伴 就是特别关心 就是我为人父母 我其实是特别想经营好 我现在的家庭 有更多的伙伴都是特别关心 就是我和我的子女 我希望我的子女生活得很好 但是我怎么觉得我的子女好像 现在没有我那么吃苦 没有我那么拼 他怎么就是 怎么不能像我这样活着呢 其实很多父母 特别来听课的妈妈都会想通过我们的课程 来在教育自己的子女方面有收获 然后我都会给大家就是讲到一部分 但是也不一定能解决大家 就是突然让你豁然开朗 那个也好像也不会有那么大的作用 但是我感觉只要你好好听 就是会有一些收获 好我们看一看这个家庭当中 就是在这本书里边 就是其实上次课我讲了一点点 就是他对家庭的修炼 其实他提到一个 就是我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很多人成功之后 都会说我有个贵人 其实在这本书里边 他说了 你看在这一页 在这一页 说那个大家都觉得 是我这一辈子 我的伯乐是谁 肯定很多人都在说 我的贵人是谁 然后这本书里边说 他说贵人 他正解 他觉得就是贵人该是谁呢 正确的这个贵人 应该归于我们的妈妈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先举了个例子 这个例子我不展开了 就讲那个胡雪岩 胡雪岩呢 是他妈妈从小就跟他说 说别的东西你不要拿 他妈妈他很小 然后那时候他家很穷 他是个木桶 就给别人放牛的 就因为妈妈告诉他 别人东西不要拿 所以那时候他捡到地主 就捡到那个 就是地主家的 或者谁丢的钱 他就没有占有 他就上交了 他上交了这个 就这个行为 就是被这个 被那个当时的地主发现了 地主就说 这个孩子不错 那你就当这个连行的伙计 其实就开启了他人生的这种 红顶上人的第一步 所以中国有个古训 就是幼儿养性 幼儿是零到三岁 我专门查了一下 因为我们零到三岁 其实是完全是对母亲 对妈妈是有一种完全的依赖 在这时候按照我们过去讲的一些刻板 还有这个 我觉得这个作者的理解 就是零到三岁 其实就是这个孩子 他无论怎么样 你要给他足够的爱 然后让孩子建立有足够的安全感 就是幼儿零到三岁 同盟养症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同盟 什么叫同盟呢 儿童启蒙 三到七岁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中国 其实三岁应该就进到幼儿园了 其实这时候他应该就从家庭走向了一点点 就是从家庭走向他的这种启蒙和儿童 就开始接受幼儿园这样的教育 同盟养症 因为我们知道就三到七岁 可能他就开始树立一些价值观 他会看到了什么是公平的 或者说如果他要被公平的对待 他心里就会有力量 他又会偏心 或者说会被不公平对待 他心里就种下了这样的一个心念 所以这时候是孩子的一个同盟 是个养症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少年养智 少年比如说这个孩子七岁 比如说到十二岁 甚至再大一丢丢 那作为父母 其实应该是就是他有没有志向 去决于这个父母 有的家庭可能就压根就是自己没有本事 但是他跟孩子很多限制性思维 他觉得他就不跟孩子没有这样的理想和志向的交流 那自然孩子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志向是在哪里来 所以就是包括成人之后养德 所以就是中国的古训当中 就是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你养性 你零到三岁离不开妈妈吧 你三到七岁也离不开 你到十二岁你更离不开 你只能说你十二岁以后妈妈你独立了 有自己的思想 那可能就是这个慢慢的跟妈妈的贡献就少一些 所以说这本书上说 他说真正的祖上的积德 就是你有一个名字的母亲 有一个好的妈妈 这个妈妈呢 而且是子女懂得领受的 你作为我们作为子女 我们要领受到我们有一个 就妈妈母亲就是我们最大的人生的贵人 然后今天我也补了几个证 就是我好好的觉察了一下 就是有机会说好女人往三代 坏女人回三代 包括就是说女人 她是决定一个家庭的命运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男人 她是从孩子长大的 那她如果能把这个小孩的特别小的时候 能养性养症养智 其实慢慢的这个家族 就是会越来越兴旺 但是如果这个妈妈 她没有这样的一些能力 她也没有这些智慧 那她的孩子 其实慢慢慢慢的这个家庭会 家庭的命运会逐渐的 逐渐的就是走向去萎缩 好 我反过来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所以就是家庭的修炼 我们一定要要知道 我们真正的我们的贵人 就我们的贵人 如果说我们觉得我们人生还是很出色 很成功的 其实我们的贵人 第一就是我们说做自己的贵人 第二就是我们最大的贵人是来 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妈妈 我的母亲 好 然后接着就说她说孝顺 孝顺呢 她说孝呢 孝是怎么样 我专门查孝是奉养父母 孙是什么 孙从父母 说在中国啊 其实我们在家庭里边修炼 很多人 我这个我特别有感觉 就是包括我自己在里 我觉得我做的是奉养父母是没有问题 因为我的父母 他都是 我从小也是生活在农村 就是生活条件也是很艰苦的 所以就是我现在觉得我有能力 其实我认为我是在进孝道 但是我我觉得我很 我做不到这个孝顺 什么意思呢 孝是奉养 就是你管他 养他 他没有能力 你养他 但顺就是你顺从你的父母 就是你在父母面前 你能做父母的孩子 你要知道有感恩 对父母有这个新的交流 我是觉得我真的是做不到 一会咱们可以展开 他觉得家庭里边你要修炼这个 而且给大家在 因为后边我要展开讲 给大家预告一下 就是如果你的孩子 他和你的关系 不是很好 那你就要追根溯源 就是你就要想想 你和你的父母的关系 什么样的 你的孩子可能在自觉的 或者不自觉的 在复制你和你父母的关系模式 然后你只要觉得你这边 有一些你没有想明白的 或者让你不舒服的地方 你一定看看 你和你的父母的关系 是怎么来处理的 你笑了吗 然后可能很多人 我说我肯定我知道笑 但是你顺了吗 这个顺就是你和你的父母 有没有情感的连接 我还记得咱们有一次课 有一个伙伴说 孩子可能不太跟他交心 然后就是我觉得那个事情 我觉得咱们可以匹配一下 看看是不是这么一个方面 就是是不是我们 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父母 也不是那种走心的顺 包括尊重感恩 包括用这种情感交流 我们不 跟我们的父母不谈感情 不谈情感 所以自然的 我们就和我们的孩子 也是只谈事情 虽然你很爱他 但是你从来不说你爱他 你就给他谈事 所以你的孩子 也现在他承认了 他也很习惯指向对你来说事 他不习惯和你去谈感情 去谈情感 所以你就会感觉 他离你越来越远 好 然后再往后边来讲一下 就是这个怎么教授好孩子 上次给大家 这个例子说过了 我从这个事实关心 而不是担心 这个也给大家讲过 就是现在其实我们觉得 就是很多妈妈 特别操心 就是每天就老关心孩子的事情 其实你关心孩子 孩子他理解的 有时候不是 不是关心他 因为他随着他逐渐的成人 他走向独立的过程当中 他会觉得他没有空间 会有窒息感 所以你的关心 他会理解 会是担心 所以这个呢 我就有一个语言 这不是这本书说的 是我上其他的线下的工作坊 老师说的 你对你的孩子 不用老去太关注他 要给他留出空间 让他很轻松 他有他独立的空间 你不用试试过问 这样他会有点像 在摄像头下边 他没有安全感 等到你孩子逐渐长大 你不用太每天关注他 你可以对孩子这么说 你换词 因为你关心他 他认为你是在担心他 他就很有压力 那你对孩子说什么呢 你就说孩子 我相信你 就这个事情 你要是不想 或者说你不用告诉我 或者说你要想告诉我 妈妈就听 我倾听 我不评价 如果你不想告诉我呢 我尊重你的选择 妈妈相信你 然后我也祝福你 你换成相信和祝福 孩子 你和孩子的关系 就会越来越好 好 我现在给大家 就是回应一下 咱们上次课的 大家的一些 就是一些需求吧 比如说现在大家都觉得 为人父母太难了 是吧 那根源在哪呢 好 这本书 我觉得他写的挺好的 他就说父母特别难当 他说比如说 我要严管严教 好像也不行 我讲道理也不行 但是我要说 我现在给他无条件的爱 我整天有包容他 但是我又发现 我这个分寸又难捏不住 然后呢 有的妈妈 就是职场妈妈 一旦生了孩子 那一看这个孩子又离不开 我又不知道怎么来做 干脆我就把工作迟了 但是迟了之后发现呢 我这个 我又不成长 可能 后 就经常会出现什么呢 就是这个孩子的爸爸 跟我的关系就不好了 最后我就和爸爸越来越远 但是我就奋力的去抓孩子 最后我发现孩子也没抓 所以中年人很多女人的困惑 有可能就是最后是 这个家庭就分崩离析 其实结果是很不好的 所以他就说 作者因为他 从事了十几年的这个 身心灵的成长的工作 很多人来找来请教问题 他一般都会这样问 他说 我这些人来找我 我就问 我说 你说你现在和你孩子 你当父母太难了 我就 我就问你 你和你父母的关系怎么样 然后那些人就告诉他 他说 哦他发现了 这大部分人其实活得 都比他父母大 这是大部分 他没有说绝对 他说这些人呢 都在跟他讲 你看我从小 这个多么难 你看我多努力 你看我 我取得了多大多大的成就 你看我现在 到这个年纪 我还在养 养我的父母 你看我多孝顺 我跟我的父母 现在管他们 我这么努力 然后 他发现什么呢 发现这些人 和自己的父母的关系 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他觉得好像 这些人很成功 他 这些人会 在做了自己的父母面前 他做的不是 自己父母的孩子 是自己父母的父母 这种关系是扭曲的 因为我们 我近期特别想去听一下 这个海灵格的 关于家庭排列的课 其实就是在这个 家庭排列里边 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我们父母 无论他 就是有没有成就 我们作为孩子 我们孩子 无论说我们有多么成功 在父母面前 父母就比我们大 我们就是父母的孩子 不管你的教育程度 你的金钱 如果你在观念里边 你认为你比父母大 其实你和父母的关系 就不是正常的关系 因为你在你父母面前 你做不了孩子 或者说你最多是做的是笑 但是没有顺 因为你经常做了你父母的父母 这个序位是犯上的 这话好理解吧 然后呢 他说为什么 因为这个又影响了自己 这个孩子不听话呢 他说原因是在这 他说我们孩子非常小的时候 就是你在做你父母的父母 其实这种环境 或者说这种 你的这样的一个 原生家庭的关系 你的孩子早期 他看一眼 或者他经历一点点 他都有早期的认知 在零到三岁 他就写在他的身体里边去了 所以他看到自己的父母呢 比祖父母还厉害 而且父母老在 意思就是 就是说教 什么指责 或者说这样这样 就对待自己的 比如说爷爷奶奶和老爷 就是告诉自己的 就是自己的 那个爷爷奶奶 或者是老爷爷 该怎么做 他说这个孩子 他没有说 但是这个孩子的感受就是 觉得自己的爸妈 比祖父母还大 那这就是在他心中 就挣下了一个念头 念头是 子女一定要 一定要活得比父母大 那怎么办呢 但是你看他在很小的时候 他说这是孩子 效忠家庭 家族的传统的方式 他对家族是非常忠诚的 那当然这个孩子 他以第一个念头 种下来了 你看 好像 那个孩子一定要比父母大 但是你看我那么小 我还没有独立 我每天就是父母 又管我吃又管我喝 他也没有什么需要让我 让我来做我自己父母的父母 那怎么办呢 他这个内心的冲突就产生了 他就借助什么呢 他就不从父母那去 他活不出来比父母大 在他叛逆的时候 他怎么办呢 他就寻求外援 这个外援就是 要么就和那个小伙伴 小淘气一块玩 我们看到很多男孩 就这样的 要么就去借助网络 或者去追星 然后呢 他通过这个活出自己的 就是无所不能 你看我 我多厉害呀 我父母也很厉害 你看他 他怎么样 在我 我的老爷 就是爷爷奶奶面前 就是很大 那我现在 你看我通过我自己的世界 我也活出了 你看我现在就比父母大 所以他的叛逆就会很严重 他说这个问题 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解决问题只有一条 就是你要修复和你父母的关系 你在你的父母面前 你做回孩子 你只要活得能够 比你自己的父母小 无论是你和父母 你的关系是什么状态 你要学会 在这个关系的角度 与自己的父母的 学会和解 就是这个 因为我也想了半天 我理解啊 因为我说的不一定完全对 也供大家去参考 我的理解就是 就是我们不能再 老觉得在父母面前 就显现我们多么成功 我们在父母面前 老去看看我们是这个 做的多么好 或者说我们总是说 我跟你买这个买那 我管你 你把这个状态 不是不做哈 你把这个状态 放到往后排 要去怎么和父母 去修复关系呢 就是在父母面前 做回孩子 就是你可以对父母 表达感谢 你说感谢 感谢父母给了 给予我生命 然后呢 你跟父母能聊天 能够新去链接 我现在真的是做不到 但是我真的觉得 通过这些学习 我就觉得 我就有时候跟父母 就说话 过去那个指责的语气 会有所改变 然后如果你要学会 跟父母去聊天 回小时候的事 然后说爸妈妈 我特别感谢你 给予了我生命 我觉得这已经是最好的 因为你把我 最好的一切都给了我 或者你什么都没给我 但是你给予了我生命 我感谢你 如果你在你父母面前 你能做回孩子 你承认你的父母大 你就是小 你进校 同时你对父母又有接纳 你又顺 顺这样的父母 你这样的话 你被你的孩子做了榜样 可能你和孩子的关系 就可以修复 你的父母 你为人父母 这个角色就好当 我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解读 也不一定对 就供大家参考 第二个呢 就还有一个 就是很多人说 那我还是跟孩子 无论怎么样 比如说我没有 受到原生家庭的这些影响 我对我父母 也是在我父母面前 我是很像孩子的 那我这孩子 为什么不听 不听我的话呀 作者在书里还有一个解释 就说 如果你做的都很好 你就想 你就再想一个问题 就想一想 就是你的孩子 他不想跟你好 那是不是他不想变得和你一样啊 他不想变得和你一样 证明什么呢 证明就是他真的是 你对他来说没有吸引力啊 那你对他 你怎么样才和孩子能交成朋友呢 就是你不能活在你的世界里 对不对 你要去关注年轻人关注的事情 然后年轻人他才慢慢的跟你有共同的语 对不对 所以说很多父母他只想做父母 他不会去活出孩子那样的状态 所以孩子给你交不了朋友 就是一说什么事你就非常本正 我是爹吗 怎么的 好 其实这样的话 你和孩子搞不好关系 孩子丫头就不想变得和你一样 你也不想变得和孩子一样 所以你自然叫做父母都很难当 所以就是这个书里作者说 他说其实我们这一代啊 就是太把这个父母当成一种这种严妇 或者说就是那种严母或者慈母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是最不懂得谈情说爱的 我们也不够爱自己 我们每天就谈自己的孩子 最后我们发现那孩子他根本一样都不爱我们 其实你要怎么来改变呢 第一你要先爱你自己 你先宠你自己 你的状态很好 另外你还要向年轻人学习 就年轻人跟你说一个什么心东西 你表示关注 你保持你的好奇心 你爱你自己 然后别人跟你说一个什么信息 你保持足够的好奇 你要开始反省 你要可以有时候跟孩子说 哎呀你说我这个真不懂 要不你来帮我 我跟着你学 还有就是这个事你能当妈妈的老师吗 然后你能帮我管理吗 我愿意跟着你学 用这样的话来说 你的孩子就会给你有共同语言 慢慢慢慢如果你活得非常年轻 活得非常有趣 你的孩子就想变得和你一样 这样你的孩子就 他和你交了朋友了 那你就是就是你想要的呗 我通过这个我也给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变化 就是现在我家孩子有时候我其实对他做的一些 比如说他喜欢的事我不一定感兴趣 但是我就会说 哎我说我这个不懂 要不你给我讲讲 哎他就会特别愿意跟我分享 然后第二个呢还有有时候我确实不想做什么事 我就说我说你来帮帮我呗 然后还有包括咱们今天讲课 他每次给我拿小闹钟 妈妈你是不是该上课了 哎呦我说我说谢谢 谢谢提醒妈妈 我说要不想当中还帮我拿一下 其实我完全可以拿 但是我就想调动他这个积极性 所以他每次就会提醒 妈妈到八点了 你该上课了 妈妈你今天要不要该讲课 嗯 妈妈你的小闹钟我帮你拿吧 所以就是你要去跟孩子有一些共同的事情 然后这样你俩产生交集了 就是那种交集哈 就是才有可能你俩的关系变好 否则的话你说你干什么 门关上 你别你别管我啊 因为我家孩子我在上课 他好几次次他在听 我说行你只要不说话在那约定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我刚才说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说你妈妈工作啊 你不要打倒妈妈 这样你就跟他的世界就就就隔裂开了 就就断绝了你俩的联系 这样关系是建立不起来的 这个就是孩子想不想变得和你一样 那你自己的状态要变得年轻一些 然后如果你一直是跟他有代沟 我觉得你俩的关系很难编好 好接着再给大家讲一个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剧本啊 这个也特别有意思 因为作者说 他说他做了十几年的心理的知识 其实很多是作为心灵的 那个成长的导师 有很多人就来跟他 跟他讲 就是别人给他讲 讲自己的故事 这些人呢往往就是人到中年了 就说哎呀这人生过了一大半 看看这个看看我的故事 好多好多故事 然后作者呢他就说 他说其实人生嘛 不过就是一场戏 那这个剧本是哪来的呢 作者就把这个美 就是人的这个剧本进行了归类 我觉得他归的类 大家可以匹配一下 然后看一看 他说 第一种剧本 就是很多人是对原生家庭是 逃离的 逃离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小时候觉得自己家庭不好 然后一直想往外逃跑 成年之后仍然继续想逃跑 包括自己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 也这个家庭也是经常想逃 但他不知道 就他跟他的爱人也搞不好关系 然后呢大家 我这个我也 讲了一下 我在想就是 我们有人上大学 就资愿啊 特别愿意抱得越远越好 另外我想着大家在国外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人的移民的动机 是不是我想跟我的家人保持更远的距离 我想逃 其实可能这个不一定对 但是呢 是不是你没有觉察出来的 你最底层的 就是很深层次的 那个叫潜意识 潜意识里边 你是不是想逃跑 就逃离你的原生家庭 还有第二种 就那人不是逃跑 他是在和他的原生家庭在纠纠 纠纠纠什么呢 他一直在主持正义 就是比如说他家庭父母 爸爸妈妈关系不好 或者妈妈对爸爸也不好 然后呢 他这个年龄是说 他不逃 从家不逃 但是呢 他到人到中年 或者就是他的父母之间的这种纠葛 这种矛盾 全让他出来主持正义 然后他成年之后就开始陷入 今天去爸妈妈找 就关系不好了 他来主持正义 明天就是爸妈妈又不好了 或者一个大的原生 关系很不好 他就老再出来主持正义 那这样的话 他也没有时间 也没有精力 他的人生也活不出来 他就陷入这种家庭的这种事 好像就是一个很热心 大家又离不开 主持正义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是他的人生剧本 还有第三种 就是不被爱 不被爱就是 这种人生剧本什么呢 他感受到父母的爱都感受不到 长大之后也觉得 他觉得谁都不爱他自己 他想离婚 他觉得配偶也不喜欢他 他的爸妈也不喜欢他 亲朋好友也不喜欢他 谁都不爱他 然后他就自己很崩溃 这是他自己的人生剧本 还有种不公平 不公平呢 就是他可能活得还比较有烟火气 但是他对这个公平感呀 特别在意 我觉得这在某些时候 特别像我 就小时候 因为我们家 我有个弟弟 我感觉在农村 就是重男轻女 可能我父母 真的不一定是这样 但是他们的言语 就是让我感受到女孩 就是不受重视 就是特别偏向儿子 所以小时候我觉得我就没有被公平对待过 所以长大之后 我就看到谁做事做得不公 我就会去 非常的 不开心 我觉得我内心就有点像在 特别在意公平感 这两个字 还有第五种人生剧本 就是抱怨 抱怨就是可能自己的原生家庭 有一个每天在抱怨的妈妈或者爸 小时候他就在这种环境下长大 长大之后他就觉得我命不好 一辈子都抱怨 反正命不好 然后我就是被人坑了 这是五种类型的人生剧本 大家可以一会儿咱们互动 可以随便聊聊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学心理学 就是让自己觉察 然后能让我们内心更平静 我们的收获就有了 所以就是作者说 我们同盟时期 三岁到七岁 孩子心中那个念头特别强大 足以可以影响一辈子 但是我们当事人往往是不知道的 可能你的剧本在三到七岁 你要家庭 原生家庭有这样的经历 你就写到你的身体记忆里去了 你最后无论是选择大逃亡 还是选择去做调停者 还是认为世界都不好 还是说只要谁又不公平 你就会点着你的火 或者说每天抱怨 这些事可能在三到七岁都写进去了 但是你不知道 所以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同盟养症 或者说人生的脚本 脚本就是前半生 人生的上半场 其实父母把脚本给我们写完了 然后现在还有一种说法 人生我们要分四十 就是我们三四儿里 四四不获 在四十岁左右 其实就可分水里 如果说你前四十年是父母的这种脚本 你自己不知道 稀里糊涂活了一个剧本 那么在四十岁你觉醒了之后 四十岁之后应该是为自己活 真的是应该为自己活 因为你的人生终于有条件 有资源 然后你也有条件 就是改写自己的人生剧本 不要在这个过去的这种潜意识的这种逃跑啊 为别人活呀 觉得受害者呀 挑战别人呢 每天抱怨呀 不要在这样的剧本 这样这样的一个 这个这个 父母给的这种脚本当中 去活一辈子 要这样活一辈子 实在是活得 活得太太太局限了 好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后边就是 作者还说我们要在家庭中修炼 修炼什么呢 修炼学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是什么意思呢 作者说感同身受啊 他发现 他就有时候觉得 因为他是男 他是男同志 他说他经常就有时候他觉得 什么事没有 但是别人反应非常强烈 他有时候觉得 别人特别热气 就特别激动 他觉得他们说啥 我啥感受没有 然后呢 他现在呢 因为他年龄就大了嘛 他就觉得 他说感同身受 真的不是一向情愿 必须双向的 要有三门功课 第一你要学会 如实表达 他说我们大多数人 都是很压抑的 或者讨好的 或者批判的 都是情绪表达 不会如实表达 这需要修炼 第二个我们要放空 来倾听 因为倾听 我们学过那个 什么沟通啊 这些讲了很多 放空就是 特别难 因为有时候 你有情绪的时候 你很难放空 你也很难去倾听 你听不见别人说 你只想自己表达 这也不叫感同身受 第三个呢 你只要听不懂的 要随时要问 你不要都觉得 你自己都听懂 你也不要以为 就是你自己的想法 对方就都收到了 只要你不确定的时候 你觉得没有那种默契和同频 你可以说这句话 这个也不是作者说的 是我自己想的 你可以这么说 你说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你说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听听 其实这个就是 这样你就可以听到 对方的表达了 你也就可以和对方 能有更多的连接 这还有一点 叫学说对不起 学说对不起 我不展开讲吧 后边我想稍微搜一搜 因为后边还有很多东西 说说对不起呢 就是也是作者的 写的一篇读书笔记 他说他跟他一个老朋友一块 也是一个老朋友在他聊天 说他跟他儿子的关系 一直非常的糟糕 后来突然感觉 跟他儿子可以说话了 是什么呢 是他父子俩在开车 他儿子呢就说 爸爸你那天就是在这个地方 红利堆停车的时候 你骂我 你说骂我这个长大之后 一定什么都做不了 你这书是怎么读的 你以后一定是一个逆子 然后你当时骂我 骂了我 然后因为这个爸爸 他在反省 他当时就是 他儿子对不起 然后他就发现 他把这个对不起 说他儿子就放松了 就是他大的关系 突然就起了一些变化 但是作者呢 在这个书里还说 他说 其实他只跟他儿子 说对不起 好像不太够 作者说 你可以再接着这么说 你说 哦 你说那个儿子 你还 当年发生了十几年 二十年的事情 你说你还记得 确实爸爸当年 你说我也有 我也记得 你说爸爸当年 一定是没有做对 我当年确实做的是错的 害你 我老 我老这个 我骂你 然后呢 而且现在这么久 你还记得 现在爸爸向你道歉 我爸爸希望 你可以原谅我 就是这个话 你说的应该是 更深情一些 或者更真实一些 然后呢 他说 他说道歉呢 其实你要学会 道歉不是说 只说对不起 你要道歉 要表达你的真心实意 道歉有四种境界 第一呢 克服个性 个性就是 你不能说你都是对吧 但有的人个性太强了 其实有时候你是错的 你要有 你要意识到 你有时候是错的 你要说对不起 第二呢 你要克服自己的 很执拗的心 你就是觉得 就别太执拗 有时候这种东西 也可对可错 你可以说对不起 第三个呢 对方只要需要 你随时可以说对不起 第四就是 人我两万 只要大家以后都更好 比如说 伤害了你的人 就这种人 比如说 也不是要伤害人吧 就是你为了以后 大家都能更好 你说对不起 也可以 所以就是 作者在这个读书比译说 他说中华文化 非常有智慧 就算对 我还是担不起 所以我叫说对不起 这里边有什么呢 有慈悲 更有我们中华文化 博大精神的智慧 说对不起 哪有这么简单呢 对不起 也不一定只说对不起 对不起 你要说的 说的叫什么 真实 有情感 然后有利于双方关系的 这种更好的经营 那也是一项修炼 好 就还有一点 这个也特别好 就是从家族业力中解脱 什么意思呢 家族业力 因为他是台湾的人 其实就是从原生家庭 中这么解脱 他说他遇到的很多夫妻 子女 各种包括人际关系 还有健康 还有金钱到事业 其实这种关系出了问题 往往就是和原生家庭 脱不了关系 大家很多不知道 就困在这种 现有的关系当中 其实现有的关系 是根上出了问题 他说一般人呢 都没有觉察和反省的功夫 70%人都活在这种纠缠当中 遇到夫妻关系的矛盾 离婚 重新找一个 然后遇到这个子女 和自己的关系 就是反正就想 要改变孩子 也没有想怎么样 是你这种原生家庭 这种传承下来的 也不这么想 所以他说 顶多只有30%的人 活出了自己 什么是家族业力呢 就是我们从小的 原生家庭 成长经历 包括代代相传的 集体意识 价值观 行为模式 性格 最后转移到人身上 成为命运的主旋律 就是那种 整个的原生家庭 家族系统 还有我们时代 我给大家讲过时代吧 每个时代的集体意思 是不一样的 他说怎么样来清理 我们的从这个 家族业力能解脱呢 有三把钥匙 第一个是接受 第二个是尊重 第三个是感恩 接受什么呢 接受你就接受 父母的全部 我们千万不要 就是如果你跟你的 父母的关系 这个口没解 其实你好多事 做不了 所以说 你要接受父母的全部 他给了你生命 你就要感恩 就要尊重 你尊重父母的命运 有好多就说 我的父母的命运太惨了 然后怎么 父母的命运 是自己的父母的命运 交还 父母的命运 属于他自己的 父母把你的生命 带到这个世界上 你对他表示感恩 就感谢从父母 那里得到的一切 但是我们也不要去活在 父母的 他自己的那种纠缠当中 所以你要谨守呢 下对上的那个分寸 不越不越 不于规啊 这是规矩 第二呢就是你要接受和尊重 什么意思呢 接受和尊重呢 就是你家族里边 比如说很多人 他活在那个 一个家庭的纠缠当中 你表示接受了 表示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这样你就不纠缠 不困扰 还有呢 就是如果就是 还有这个有很多 比如说有就是感恩 你只有感恩 才能承受家庭 家族的资产 带着祝福 活出自己 有的人是没有这样 所以家族的那个财产 他也很难传承 所以总归一句话 在这本书上 我感受到最多的就是什么 你圆满你和父母的关系之后 你也会实现与自我关系的和解 你的人生也会全方位的脱胎换骨 好再看一下就是 就是职场的修炼 因为我刚才主要是展开了 就是在家庭的修炼 其实刚才说了 家庭的方方面面 你修炼好了 职场只是另外的一个点 职场要怎么做呢 职场里边其实就是 你在工作当中 找到对自己和他人的意义所在 因为职场的这个 以后我不太清楚 咱们的群里工作的人员多不多 如果咱们的伙伴 要对工作对职场感兴趣 到时候我给大家讲 那个日本的 那个道成和夫的那个活法 如果没有 我觉得我们讲家庭的修炼就够了 在事业上的修炼 就是一会儿有一篇 我给大家展开一下 好我们领导的修炼 如果我们做企业 还有我们的角色 是一个团队的领导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重心 如果你把重心放在事情上 事情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但是如果你把你的管理中心 放在人上 你去先去了解人性 了解人性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要对这个人进行贬低 你不要把盯到这个人 盯到他没有 他有窒息感 你要给他一定的空间 然后你要知道 人也是趋利避害的 你做企业 你是领导 你肯定希望得到利 是吧 所以你要知道 作为你 他被你管理 他也是个人 那你正常看到的人性 他也是趋利避害的 所以你要把心 你把你的重心放在人上 你了解人性 了解他的需求 你的修炼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就是说你要让一个团队 成为一个愿意的团队 只有一个方法 你要带头说我愿意 就是榜样的力量 你愿意去做 你愿意去 比如说向内 眼睛向内 有事从我们自身来 来找原因 那你的团队就会效仿 但是你有事 你守了指向别人 那你的团队就互相去指 你这个 你当领导修炼不出来 你的企业也会经营的不好 好 然后企业的修炼 我就不再说了 因为他就说的 就是经营者最重要的修炼 就让自己成为另能欢喜的人 大家愿意 喜欢你 还愿意跟你一块走 你觉得你的企业能经营不好吗 那大家怎么愿意跟着你走呢 说白了 他会觉得 你带给他的是 幸福感 而不是压力 不是自息 他对你没有太多的防御机制 你打开心 他也愿意敞开心 你要真实 你活着真实 他才不欺骗你 这是 企业的修炼 最后我想再两分钟吧 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看人生赢家 因为这是我总结的 也是对这本书的 因为最后一次课 我一直想做一个复盘 或者总结性的 没有人生赢家 人生赢家 其实我们首先 我们希望人生有幸福 另外我们希望 我们有价值 比如说我们要 我们要经营一个很好的体业 我们能赚到很多的钱 然后如果我们的 这个心灵再有很富足 是不是就人生大赢家 是吧 那但是一般情况下呢 其实都无法两全其美 只有少是能做到 然后呢 就作者在里面 重点的写了日本的道胜和服 因为他有两个企业 叫京都陶瓷和KDDI 都进入了全球500强 他说这个企业的终极问题 最后还是回归到人的问题 很多企业家不能成功 或者成功之后又失败 都是因为没有达到 对人的深层次的理解 经营好企业 必须丰富自己的心灵 我在外面去上课 心理学的课 既然很多企业的那个 就是创业的人 就创业的就是做一些小企业 或者说做到一定成绩的人 就是他是企业的老板 他就来学 他学什么呢 因为他想把他企业做得更大 他要把自己的心灵敞开 然后让他格局打开 所以他学心理学 这也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 他说最伟大的技巧 经营企业 或者说你成为人生赢家 就是拥有超越自我的能力 然后能够成功 最终要看我们深层次意识里边的 欲望是否单纯 如果你深层次意识 深层次的潜意识里边 你的欲望 如果你是想双赢的 就是不别人 你的钱也就可以赚过来 但是如果你要是想 你的底层的欲望 就是想敲打别人 其实你的目的就是不单纯的 你可能你最后你能成功 你能赚钱 但是你人生并不幸福 你心里感觉是空的 所以说这个 道成和服经营公司的理念是怎么样 说我给一个我的员工是提供物质 就是我要保证他的薪酬 对不对 他跟着我干 要让他能有一个有尊严的生活 就提供物质 另外他还有一点 就是道成和服经营的企业 有第二点就是我要你要在我企业工作 我要有你有你能够获得心灵成长的机会 然后呢咱们一起通过共同的努力促进 促进社会和全人类的进步双赢吧 我让你物质有精神也有 然后咱们共同努力达成更大范围的社会和全人类的进步 所以他说企业的成功之道啊 其实很简单 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道德标准 就是你就了解人性 然后呢同时让大家给大家能带来幸福 或者带来快乐 他说基督教的自觉和道成和服的内心 都是在讲一件事情 都在告诉你 问题的答案不在别处 就在你的心中 工作和人生不是两件事 而是一件事 你的工作干得好 又是你人生的一部分 所以改变自我 他不仅是企业成功之道 同时也是人生幸福之道 你做到了 你做到了叫什么修炼吗 我们说修就是修如何 如何的活好 为自己活好 你做到了 你就可以两者皆有 你做不到 两头就是落空 所以最后这个课也就分享完毕了吧 然后还可以再给大家说一下这本书的结尾 我觉得写的也特别好 作者对自己 因为他写的像日记一样 但是他可以敞开心扉 他写的说 说我这十几年啊 我看到了过去身上的很多习信 说我少年时期对母亲叛逆 所留下的后遗症 说导致我成年后也无法自在的接受一心的爱 正因为我少年时期一直想要正通母亲的管束 导致我日后成为一个不断逃家的男人 连自己组成的家庭也想逃 我的灵魂生徒一直回不了家 最后我结了三次魂 其实源头就是因为我没有圆满和母亲的关系 他说我通过十几年的身心灵的这种课程的修炼 还有各种工作法 他说这种体验让我了解到许多经典上所说的 过去现在和未来 接在一念之间 一念之转 能让过去的记忆不同 现在的感受不同 未来的命运也不同 就是你能和你的 最近的 比如说爸爸或者妈妈 你能与他和解 你过去的记忆 比如说痛苦的记忆 可能就会变成一段非常温馨的记忆 那个记忆不同 你的人生剧本就可以改写 你现在感受就会有痛苦变成满足 或者变成一种珍惜的感觉 那你未来的命运也就不同 他说你那一念生成什么样 你当下的生命就活成什么样 你的命运也会呈现出什么样 说心念能转 连过去的遗憾都可再度圆满 何况未来的命运呢 人生哪有比学怎么活更重要的是 今天就分享这么多吧 剩下的时间 我们这本书最后一次的分享 我也想听听我们小伙伴的 我们的互动 大家看看有没有需要发言的 我特别也想从大家那边 能听到一些对我有启发的事情 谢谢大家 我现在把那个麦已经打开了 咱们群里是不是大家还都是比较忙的 我看一下 有没有举手的伙伴 谢谢大家 或者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提问好吧 如果我们说要分享的话 大家觉得没有想好 然后我们可以提问 或者敲文字也可以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可以提问吧 我们可以提问一下 我们可以提问一下 谢谢大家 Bluetooth Mode 孫老师你好 我是Tina 你好 我看没人说话 我正好今天有空 我刚才听您的讲座 就是说的真的很好 因为到我们这个年纪 就说活得比父母还要父母 我觉得这个 我特别有体会 父母呢 现在越来越老了 他们的能力啊 还有那个行为啊 都慢呢 或者是也要指望的子女 但是作为子女呢 生活忙碌的时候也是 我们就像您说的 也是好像是尽孝顺 但是真的有时做的事情啊 就做成了父母的父母了 我觉得我就特别有这个感觉 我要一去看我妈妈 我就到那儿 就像真的管孩子一样那样 你这不对那不对 我要帮你弄好 这样这样这样 其实我真的付出了很多 可能她也不太高兴 但是真的好像是人老了 不指望你又不行了那种感觉 所以现在她有那么一种心态 就刚才听了你讲这个 对比父母还父母 我觉得可能我现在做的就是这样 就那种感觉 可以尝试一下我们做回孩子 然后就是说 不太不是说不管她 我们可以换换语言 换语言就是跟父母去做情感的交流 在我 我现在生活的挺好的 爸妈妈 我特别感谢你啊 你看你培养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女儿 你可以用这样的去跟父母去交流 交流 做这样的交流 你看看父母的反应 如果你带着孩子 可能你跟你孩子的关系 会有一个很奇妙的变化 孩子对有的时候是说我 你干嘛这样跟姥姥讲话 我说我慢慢跟她讲 她不听啊 比如说我说你这样做对你好 她不是 她还是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 好像我在管着她 有时候也都不好意思 像您这么一说 嗯 慢慢改变吧 就是像您说的 如果我比如说 特别虔诚的对她想 也就用这种情感交流 她呢就特别担心你还 有的时候我也是坐下来 跟她说点事 有什么事啊 哎呀 她就几天后还惦着你这点事 解决了没有啊 怎么样啊 所以弄得我就不敢说了 你可以说你说你培养的女儿很优秀 妈妈我都感谢你 好啊 我也是正好有点感慨 跟您分享一下 好的好的 因为我也我也就是这方面我觉得我跟你很像 也挺有感触的 就书里写的全是这样的一些关系 嗯 谢谢 谢谢你啊 嗯 我们有一个伙伴说 这是怎么书 他没有听到前面的 我在那个咱们的那个群里 会把课件发给大家 这个课件有 就是 其实那个字体的颜色 就是我图的那背景颜色有四种 反正整体的就做了四次的分享 课件 我到时候那个 咱们一会下完课 我就发给大家 看看亦云老师 看看举手了 是的 我举手了 嗯 我今天呢 我是想到一个问题 想请教你 呃 我是老师 就是 刚才说到呢 孩子一岁 就是到三岁的这个阶段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阶段 嗯 老人们曾经说过 孩子呢 从小看大 三岁之老 就是从三岁就可以看 基本看出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 当然这个话说的可能有些太绝对了 嗯 我就现在想 嗯 有哪些因素 是孩子天生就有的 有哪些因素 是我们需要重视后天 他的培养的 就是有些人呢 就说 嗯 孩子的性格的形成 和他的 嗯 就是 善良也好 或者其他的那种 德行的那种形成 嗯 可能跟先天是有关系的 我想知道 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这也是 我一直以来 存在一个 想得到答案的一个问题 我的姐姐呢 曾经说过 她是大学的教授 她说 孩子是分三类的 她说 有的孩子不教也成才 有的孩子呢 教才能成才 有的孩子呢 教也不成才 我觉得她说这话呢 肯定是根据 她自己的体验说出来的 所以就说这里边 就是有哪些是我们 教育能够培养 使她成才的因素 有哪些呢 使她自身就有这么一种素质 这么一种天生的 本性 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的 谢谢孙老师 我这个可能 可能确实不太擅长 我只是说一下 就是我 我只是说一下 我个人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您说的 好像就好比我的理解 就是说这个自伤 我认为很多是 是我们的基因的这个遗传 比如说可能父母都很出名 也不一定就孩子出名 还有基因突变 对不对 就是我理解为 就是这个自伤 就是刚才说的 不教也成才 她自伤很高吧 所以她学习知识 我觉得这些 可能都是 我认为都是基因改变不了的 就是本性 就是你 我理解就是 这个就是改变不了的 但是我们 自伤以外 我们说的那个情伤 然后就是情伤 就是你和人和人在互动 然后或者说 我们要去和人去 去发生链接 然后你理解别人 然后或者说 你对什么事情的认知 你是开放一点的 类似于这样的社会性的发展 我认为是后天是养成的 这和父母的教育就有关系了 就是我简单说一句 就这个自伤 可能刚才说的 就是你不教她也成才 她确实自伤有 真的是很高 那就我认为就是先天的 然后要是说 你说哪些是 跟家里边有关 一个后天的教育有关 就是她发展出来 就是人的社会属性 这样的一部分 比如说需要交流 需要沟通 对什么事情的看法 然后外界来了一个什么刺激 她如何应对 这个是跟环境 跟父母的成长环境 跟她在长大过程当中 就是家庭的环境 耳濡目染是有关系的 类似于情商 我不太准确 我觉得您说的严谨一概 的确是 分析起来的确是这样的 我觉得 就是智商的因素 就是它的遗传的成分 可能要大一些 是吧 对 是的 经商的因素呢 就是后天培养的 可能这个 培养的可能性 可能更大一些 对 我觉得 做得非常非常好 真的 真的 你很好听 谢谢您了 有 有 还可以有一位小伙伴 我等待大家 孙老师 我说一下 可以吗 非常好 我特别想 在这个平台 我们可以认识更多的 那个伙伴 刚才那个 那位老师说的 就是教材成材 我现在觉得 我们中国 可能会理解成材的 意思说光宗耀主 可能读了很高的学位 那个是材 其实在我们加拿大 其实材 真的有很好的品德 就一份喜欢的工作 这个叫材 就是这个叫幸福的 含义 有时候我看 我们周围的邻居 他们很乐于帮助你 他们共情能力很强 我其实觉得 如果一个孩子 能教出这样一个 共情能力很强 利他心含有的那个孩子 我其实这个叫有才 我是这样想的 有才规定是你 一定要非要名校毕业 然后有一个非常 好的一个工作 有个体面的什么 其实这个对我来说 不是这样理解的 所以说我感觉到 我们来加拿大 其实不是为了逃离 原来的那个 其实是为了更好的 让孩子就是感受到 就是一个平和的国家 他对人相对来说包容一点 就是这个意思 我不想让孩子 在一个不包容的环境中长大 不是说 我儿子读书成绩很优秀 他也是 就是全校第一 考进了一个失效脑 但是我觉得 我说做人 其实比读书还要重要 我说你一定要有共情的那种 就是你虽然成绩很好 但是这一次我分享一下 他的学校老师问一个多动作的孩子 那个多动作的孩子 其实很优秀的 也不能说他多动作就一无是处 去问多动作的孩子 他说你想跟谁 分在一个班级里 那个多动作的孩子 说想跟我的儿子 分在同一个班级里 因为他给予他的帮助是最多的 然后我儿子 就那天开学的第一天 他也觉得奇怪 好多同学分到隔壁班 他那个多动作的孩子 就跑过来告诉他 我是要求老师 就是分到同一个班级的 我说我儿子你做到了 就是你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你还做到了 去那个真的有 跟这个孩子可以共情 因为这孩子稍微 就是他不吃药的时候 他的那个状态就特别不好 有一次考试考坏了 他可以说 哎呀今天忘记吃药了 其实他是很聪明的 他妈妈是罗马尼亚人 爸爸是英国人 然后这个孩子就是 各方面你看起来是非常正常的 就我觉得这个孩子真的需要帮助 就是你要就跟他 就是能够想到一块的去帮助 不要说 哦你这个成绩一定要拿到多少 就是你要享受这个学习的过程 就是有帮助 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说明了那个 我因为我比较好的一个 原生家庭长大 因为我爸爸妈妈 相对来说对我非常宽容 就是我很感恩 我每天跟我儿子说 哎呦我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 我是多么的感恩啊 因为有些东西 言传生教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不能把孩子 就任在这个社会上 我们要发自内心的 感谢自己的父母 您说的有道理 这是要发自内心的感谢 因为我每天跟我妈 因为我妈有一段时间不是生过病 然后我每天就上午一个小时 下午一个小时 晚上一个小时 因为时差12小时 然后我跟妈妈就聊很多 就是我儿子就有听没听的也在听 就因为他有着忙就没听 但是他有着空就听 其实他知道我们母女关系的那种融洽 其实就是深深的刻在他的生命中 这个很重要 就是不是说你大富大贵的 就是给孩子什么最好的顶级失效 就是那个 其实那种那种滋养是最重要的 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说我我就觉得我们的家长 不要太以成绩为中心 就是如果你一个人孩子成绩好了 他的品额不好 其实你就是一败涂地的输 如果你的孩子品格很好 成绩相对来说不怎么好 不怎么理想 其实也是一个成功的妈妈 成功的爸爸教出来的 就是改出就是这个改出吧 因为我觉得我们社会很多的功利心 相对来说 您说的就是父母在一个溃疤的年代长大的 孩子相对来说可能会 就是父母这种教育方法会传承下去 但是我觉得我们相对来说 一定要引导就是周边的人 就帮助周边的人就引导 就是成绩不是唯一的 品格是很好的 还有说到了言传身教 就你相对来说 平和温柔的家庭 那个孩子他的那个生命状态是最绽放的 就是那个平和状态 就不是说你家里有多少钱才是最绽放的 就这个意思 孙老师啊 就是大致就是聊 你讲的太好了 你讲的太好了 真的我就我就把这个就是一个好女人可以往三代这个这句话我要送给你啊 真的 我记得原来您分享过一次 我能再再再确认一下就是我怕把您的名字给给寄混了 怎么称呼您 我姓陈陈敏红 原来在宁波工作 然后呢 现在在加拿大 做一些那个就是 就是自己公事的小事情 就是自己公事的小事情 哎呀你讲的非常好 特别好 你看我就觉得 就是咱们那个家庭教育 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就很担心的那一个那些事情 其实我认为你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而且就您说的有一些这种想法 你看那个和那个道圣和夫他说的 就是我们真的人生刚才说人生赢家 无非就是我们有一定的财富 再加上一定的这个幸福的能力 我觉得你都能做到 真的 特别好 我每天我每天也在努力的就是就是实践体验 就这个东西也是不能忘记的 要不断的学习 然后您给我这么 您给我们这么好的搭了一个平台 又一直在坚持啊 其实很感谢的 以前也感谢过你的孩子 现在再次表示感谢 感谢他给你拿小闹钟 感谢他所有的一切 我觉得这个孩子其实也是你的支持者 我们看的对的很感动 就是生命中很多东西啊 你要学会去感谢 对我觉得我 就是这种怎么说 其实我第一就是在这个 这个读书分享会 我自己觉得我收获也很大 成长也特别多 就是我会在家里就相对来说 会把这个家庭氛围 我觉得也可以引力一下 然后另外就是因为有带着这个任务 有时候我会让自己养成一种习惯 然后来把书要读得深入一些 然后我听到你这个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 这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 真的 太厉害了 有机会还是想请您也多 多对我们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交流 多多给我们去提一些意见和建议 然后如果能多分享 我也特别想邀请你多做分享 好吧张老师 谢谢 谢谢 您是大爱的在付出的 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打打酱油 然后支持一下 因为有时候有一点忙 就可能就就没有很早的就进入那个读书会 有时候会开那个回放 因为我们这里有多比较方便 然后您这样的坚持 让我们就看到了 就是我们也要坚持 就是修心嘛 我们也在修心 因为因为我们也在成长的过程中 所以说您的坚持 让我们看到了 就是我们一直可以 一直可以学习 一直可以做的做的更好 就是让自己变得 就是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变得更好 这是很改动的 对对对 我就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母亲 我们就活得越来越有智慧了 是吧 对对对对 谢谢 是的 也特别感谢你 真的特别好 也希望你能经常 经常给我们互动 或者说分享一下 就是您是来怎么 把这个关系滋养的特别好 我觉得我都向你学习 我就小事做起 就小事做起 因为一个妈妈的生命状态好了 它会影响到孩子 就是这个 因为我的我比较会包容我 我觉得这个包容啊 就是无价的 因为那个年代的知识 其实没有说 就是会有很好的物质条件 也不可能把你送到 但是我第一步都是自己实践了 我也想让孩子 见见更多的世面吧 就是这个意思 就今天是这样想的 所以就是你 你就是你和父母这个关系 其实是在作为榜样 你的孩子他都收到了 对对对 这个很重要 所以说我父母也是不是说爱我女儿 独自是清华北大的学霸 有没有这样 就是我 我女儿很关心我 很孝顺 就是一孝了才能 真的是又孝又顺的那样的一个对家族的这种忠诚 而且他自己也活得很幸福 他有幸福感 就是这样就不用去太多追求我这外在的标签 我有多少财富 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很重视那种物质的 他们那时候相对来说 这个生命状态就是最轻松的 是最舒服的状态 是的 所以说我现在不以成绩 不以财富去 让我叫一个人 我觉得他的生命状态是丰盛的 富足的 那足以 对对对 这个完全是受益于 就您的这种成长和这种整个的这种修炼的一个状态 真的 我一直在修炼 人家说你已经不错了 就是硬性蛮好的 生在这么一个好的家庭 其实说学习是终生的 没有可以停止的 没有 挺好的好的 咱们咱们 后面如果有机会咱们做更多的交流 好吧 我把词子发到 词老师 我把词子有活动 我还想再说两句 简单说两句 刚才那位老师讲得非常非常好 希望以后能够多多的发言 再一个我就说 刚才老师谈到的在中国 什么叫成才 就是对这个问题 我在想 我觉得中国跟北美的成才的标准 是不太一样的 可能在中国更强调的是将来 当学霸或者他的财富名誉 在这儿呢 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讲 比较重视情商 像我参加一个英语班 我抓紧时间说 我参加一个英语班 有一个11岁的小男孩 就开始跟我当 移工做老师了 就是他们呢 跟我说 把这个 怎么样 参加公益活动 做移工 做一种衡量 学生的一个标准 而且呢 就说还要达到多少个小时才行 当然在中国呢 我 别说我们小时候 就现在也 没有把这个 看得很重 始终家长也是认为 还进来学习好 是吧 就是他比这成绩啊 他比名校等等的 我觉得这种意识呢 在中国 我觉得是 中国教育当中 特别是父母 应该加入他们的 加入啊 加入这种 重点培养的 这种一个观念的 做一种 重点培养的 这种观念的哈 我觉得 情商呢 的确说实话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刚才这位老师讲的非常好 我也深入同感 嗯 好的 英语老师 我补充一句啊 其实我觉得国内现在 有很大的变化 第一是双击 第二就是 我们比如说 学校里边 全是经常 是做一些这种 志愿者 都有分 然后做家务 这些 包括 包括 敬老院 养老院 我觉得就是 我自己觉得 还是可以的 而且从我个人来说 我也不是说特别 追求孩子的 这种学习成绩 比如说我可能会 认为学习成绩 有个中上游 就是我们能 能有一个受到 大学教育的机会 更多的是一个 新性的承扎 您的这种想法 跟我想法是一样的 是可以的 确实是可以的 对 比过去 看来我是不太了解 现在这个小学 教育情况 非常抱歉 没事 实际上 我跟您的想法 是一样的 我从来没有 做过孩子 你必须当学霸 怎么办 另外我还有一个 感触就是说 我们之所以到 加拿大来吧 实际上呢 本身呢 有一个因素 我觉得就是 不是把财富 把名誉地位 看得特别重的人 我认为是这样的 我起码我身边的 不少朋友 也是这样的 就是把生活质量 或者是生活 某种追求 可能看得比较重一些 财富也好 就是叫活明白了 是吧 我们会活了 就是想睁开眼 看另外一个世界 扩大自己的 生活的视野 人生的视野 我觉得这样 非常感谢 您的讲授 也非常感谢 刚才那位老师 给我们的启发 希望以后多多发言 好的好的 最后我再说一下 因为我看时间 操了十分钟 Gloria老师 留了三条留言 谢谢Gloria老师 然后 我一直在听你们 我觉得 我看到你的文字了 收到了 好的 咱们今天这个课 就这样吧 然后 咱们国庆节 因为国内 国庆节要放一周的假 然后 就是 下周我们的课 是暂停一次 好吧 谢谢大家 然后国庆节回来 咱们接着分享 下一本新的书 就少有人走的路 那本书 真的非常精彩 提前给大家预告一下 好的 那也 祝孙老师 还有国内的朋友